你说了本宫就要信吗 杨沫丸冷谋看向姚素兰 心底亦有几分认同 以自己跟姚素兰现在的关系 如果是他做的就一定会承认 而且他肃信神鬼之说 否则也不会单凭白眉的一句话 便亲手害死自己的骨肉 让他踏进长乐宫 简直比登天还难 怎么想不出来了 不如让本宫提醒你一下 虽然四大贵妃中一死一逃 还采儿也被你算计 可你别忘了还剩下一个呢 姚素兰凤毛微眯 笑容诡异 身心冷冽寒折 王庆若 姚素兰脑子里赫然浮现出这三个字 在他印象中 淑妃王庆若是个神秘的存在 他还记得王庆若入宫当晚 叶红义并没有驾临依华宫 而是留在自己的长乐宫 当时自己曾劝过叶红义 可叶红义怎么都不肯移驾 各种缘由 他并不十分清楚 之后发生的事 更让他匪夷所思 王庆若虽为似妃之一 可经常会被叶红义送到别院休养 王庆若入宫五年 真正待在皇宫的日子 不足三年 难道他跟谢思音一样 有自己钟情之人 害怕了 你我都知道 王庆若是个谜 是个谁都猜不透的谜 如今他回来了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姚素兰的声音 将姚莫婉自恍惚中拉了回来 既然是个谜 二姐如何肯定 他会将莫婉视作敌人呢 姚莫婉平复心境 悠然看向姚素兰 看来十几个巴掌还真心不多 此刻姚素兰的嚣张表情 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你想从本宫这里套话 想都别想 看来这后宫又要热闹了 本宫这十几个巴掌 总会有人替本宫还的 姚素兰故作玄虚地看向姚莫婉 本想在姚莫婉眼中看到恐惧 可看到的却是出奇的泰然 你不怕 姚素兰猝眉 不愿意 且不说王健若有没有对付本宫的理由 就算是有 本宫也一样 欲神杀神 欲佛是佛 二姐不是想看好戏吗 那可要睁大眼睛 莫错过精彩的地方呢 姚莫婉悠然起身 在姚素兰惊愕的目光中 坦然走出华清宫 看着姚莫婉的背影 姚素兰目光充满嫉恨 或许是牙齿咬得太狠 姚素兰呼觉 面颊牵扯着痛 姚莫婉 你别得意 就算走进所有的路 本宫还有最后一招 玉石俱焚 离开华清宫 姚莫婉沉浸在姚素兰刚刚的那些话中 王沁若之所以能成为四大贵妃 原因之一就是 媳妇大理寺卿王洛林 在朝中德高望重 门下学子遍布朝野 人脉极广 就连刚刚上任的宰相杜献 亦是他的门生 娘娘您没事吧 姚莫婉沉思之际 清月急急迎了过来 你怎么知道本宫在这儿 见清月气喘吁吁地停下来 姚莫婉胡疑问道 哦 是肃亲王告诉奴婢的 肃亲王还说 娘娘情绪不稳 所以让奴婢好生照看着点 是吗 姚莫婉哑然失笑 必是叶君轻看到姚素兰脸上的指痕 才会由此担心 娘娘 您没吃亏吧 见姚莫婉面色凝重 清月小心翼翼开口 哼 自入宫那一天开始 本宫就不知道 吃亏这两个字怎么写 尤其是在华清宫 姚莫婉冷笑开口 抬眸间 不经意看到一群宫女 手里端着花盆 走过长廊 香气随之弥漫 连远在十米开外的姚莫婉 都闻到了这股百花争宴的味道 他们这是去哪儿 姚莫婉胡疑开口 哦 应该是仪华宫 刚刚奴婉跑过来的时候 听他们说皇上把花房里所有带香味的花 都赏给从别院休养回来的书妃了 听月狠狠地心了两口 已经入秋 很难闻到这种花香了 王庆若真的回来了 你去打听一下 看看书妃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姚莫婉柳眉微醋 暗自感慨 还真是多事之秋啊 待姚莫婉回到官居宫后 第一时间便去了西厢房 谁让你下床的 见楚莫姓双手扶着桌面 额头汗水淋漓 姚莫婉登时上前搀扶 怨怒斥责 本王口渴了 想喝水 楚莫婉委屈地看着姚莫婉 小模样可怜得很 弄得姚莫婉想再生气都难 喝水可以叫人呢 人呢 这房子里的人都去哪了 皇府俊修呢 姚莫婉这才意识到 自入西厢房到现在 除了楚莫婉 他没看到第二个人影 本王把他们都打发到东厢房了 啊 为什么 姚莫婉不解地看向楚莫姓 匪夷所思 素亲王为了救本王差点丢了性命 他现在一定很虚弱 所以本王偷套暴力 把这里的人都借给他用 他会比你更虚弱 唉 我去把人叫回来 姚莫婉无奈地看向楚莫姓 真不知道他脑子里想的都是些什么 不要 本王不需要他们照顾 楚莫婉当下拉住姚莫婉 知误拒绝 你现在连喝水都费尽 还不需要人照顾 姚莫婉看了眼桌上的水杯 挑眉问道 不是还有你呢 你留下来就够了 楚莫姓如如说着 眸子隐隐透着期盼 本宫 本宫怎么可能留下来吗 姚莫婉轻笑着看向楚莫姓 心底多少猜出了楚莫姓这么做的用意 只是这种做法难免让人生离 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啊 是不是本王昏迷你才肯留下来啊 楚莫姓失望地看着姚莫婉 声音有些焦急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本宫留下来呢 是不是喜欢本宫了 可本宫听说你喜欢的女人叫青儿来着 姚莫婉唇角勾笑 一脸戏谑地看向楚莫姓 嘿 哪来的青儿 哪里有什么青儿 只要想到那个荒诞不惊的谣传 楚莫姓便气血上涌 那就是你喜欢本宫 姚莫婉婉味地盯着楚莫姓 看着那张小脸战红如侠的模样 不由地笑出声来 本王才不喜欢你 楚莫姓撅着嘴 小声嘟囔着 底气显然没有刚刚那么足 既然不喜欢 那就别刺激找虐了 你现在回床休息 本宫去把他们叫回来 姚莫婉将楚莫姓扶到榻上 随即噎了两下被子 方才转身离开 当姚莫婉打开东宵房的门时 差点和郑裕冲进来的叶军青撞到一起 王爷脸色不是很好啊 姚莫婉 他心知 夜军青素喜安静 县下被这么多人围着 脸色怎么好得了 王爷您去哪儿 有事吩咐奴婢们去做就好 还没等夜军青说话 身后几个宫女 依然跟了上来 楚莫姓是不是故意的 叶军青不理会宫女 愤然看向姚莫婉 姚莫婉往耳微笑 旋即看向一屋子的侍从 你们都回去吧 小王爷还等着你们伺候呢 姚莫婉一语 屋内众人皆面面相去 谁也没有动一步 不相信 那你们留下 待会儿小王爷若怪嘴下来 可与本宫无关呢 姚莫婉信心道 见姚莫婉不似在开玩笑 众人方才急冲离开东香房 人满为患的东香房 瞬间静了下来 幸好你回来都走 聂军青很虚口气 这才转身回到房间 不知王爷对淑妃王沁若了解多少 姚莫婉悠然走到桌边 双腿交叠 优雅地坐在那里 抬眸看向叶君青 舒飞 你怎么会想到问他 叶君青坐到姚莫婉对面 伸手倒了杯茶 推向姚莫婉 蒲仪问道 听说他要从别院回来了 所以随便问问 姚莫婉漫不经心地回应着 这你倒是问着了 现在的大理寺亲王洛林 曾是太傅 本王记得 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 那时 王庆若 该算是我们几位皇子的陪读 叶君青静自倒了杯茶 回应道 四小认识 那就是青梅竹马了 姚莫婉挑起眉梢 眼眸青闪了一下 你说他与皇上 当然 难不成是与王爷拟吗 姚莫婉厌于开口 本王只记得 他对皇上自小便有好感 那时 皇上不管走到哪里 他都要跟在后面 就算是太傅不准 他也会偷偷跟着 而且 别看他小小年纪 心思倒细腻得很 皇上的喜好 他了如指掌 本王还记得他经常会做些糕点 带进皇宫 私下里给皇上 有一次 皇上分给我们几个兄弟 那味道 本王到现在 还有一些怀念 难吃到那种程度 见叶军青一脸陶醉 姚莫婉 信信耸奸 绝对是天上有 地下屋 叶军青严肃纠正 哦 那本宫就不明白了 他既然那么爱意红义 何以自入宫后 会时不时地戳功疗养 按照常理 他该十颗守在皇上身边才对呀 姚莫婉转眸看向叶军青 眼底尽是智女 本王怎么会知道 不过你若有机会看到淑妃 应该向他讨教两招 叶军青一本正经开口 换来的却是姚莫婉的拂袖而去 事业 圆月高悬 星光如昧 秋风徐徐 荡起一片花香 仪华宫内 火凤心疼地跟在王庆若身后 默默地看着主子 将一片片花瓣揪下来 扔在地上 在狠狠地裁剪下 明暗焦灰的烛光 映衬着王庆若精致的面容 眉目如墨画 如粉雕 美是极美 只是此刻 那双乌黑的眸间 沸腾着浓烈的咬黑 将整张脸衬托得有些猙獰 火凤 把香炉给本宫浇灭 幽怨的声音冰冷至极 发际上的玲珑珠垫微微摇晃 王庆若一脸力气地 瞪着桌上鸟鸟清烟 怒声吩咐 火凤不敢怠慢 当下走到桌边 啼壶浇了上去 就在这一时 安炳山的声音陡然响起 火凤急忙割下茶壶 欲迎出去 却被王庆若叫住 过来 替本宫把这些花都揪掉 一朵不许胜 火凤伸之主子的脾气 半刻不敢犹豫地转折方向 走回到王庆若身边 王庆若 你到底安得什么心 朕让你回来 不是添乱的 叶红义的声音 冷冽如万年寒冰 此刻已如一阵风般 站在王庆若面前 额头轻轻直跳 庆若不知做了什么 给皇上添乱的事了 还请皇上明示 多久没见了 王庆若看着那张 俊冷如注的脸庞 默默地问着自己 你别告诉朕 触摸性中毒一事 与你无关 叶红义咬牙切齿 眼中冰冷的 没有一丝温度 哼 是本宫做的 有错吗 王庆若阴唇起笑 笑中带着些许 色然的味道 楚默信差点死在大楚 你差点挑起楚属大阵 这难道没错 叶红义立声反问 楚默信是差点死在官居宫 而官居宫里 住着叶军青 斩草除根这个道理 不需要沁若 再向皇上解释吧 王沁若倾台预指 本想聊开叶红义额前 有些凌乱的黑发 却被叶红义猛然挡了下来 可官居宫里也住着姚沫晚 除默北很有可能先怒到他身上 叶红义终于闻到一股酸臭的味道 闲雾的后退几步 手停滞在空中 王庆若眸底的光亮渐渐暗淡下来 心似被毒蛇狠狠地咬了一口 疼得无以复加 庆若不知道什么姚沫晚 只知道是皇上请庆若回来的 皇上还希望庆若能为您排忧解难 可庆若做了 皇上又不高兴 既然如此 皇上何必求庆若回来 王庆若苦笑着走到桌边 拿起银波轻调烛烟 忽明忽暗的烛光落在王庆若脸上 有种说不出的诡异 朕让你回来是对付姚素兰 那个剑附用姚沫心的死威胁朕 如果他有半点闪失 姚沫心和那个剑种的事就会被天下人知道 届时朕有何掩免 面对朝中重臣和黎民百姓 叶红义刻意压制住心底的急怒 缓步走到王庆若对面走了下来 长袖下意识遮住鼻子 想要将那股酸臭的味道阻隔在外 哼 皇上将一个傻子宠得比天还高 早就将颜面丢到九霄园外了 王庆若冷哼着看向叶红仪 以袖遮鼻的动作 深深刺痛了他的神经 你既知道莫婉是个傻子 又何必跟他计较 大楚皇后的位置早晚都是你的 没人跟你抢 哼 若天下人知道 大楚皇后是个浑身散着臭味的女人 皇上一样会颜面尽扫 不是吗 王庆若眸光沉冷幽暗 唇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 庆若 朕说过一定会医好你 你又何须解怀 叶红义神色一瞬间的僵硬 随即安抚劝慰 到底是庆若解怀 还是皇上解怀 庆若还未回宫 皇上便将花房里所有带着味道的花 都搬到依华宫 这香炉里的檀香也换成被花粉染过的紫檀香 皇上是在提醒庆若 自己有多酸臭吗 王庆若激动质问 眼底碎光闪烁 你怎么会这么想 朕是为你好啊 叶红义的声音明显透着心虚 是吗 那就是皇上心里还有庆若了 王庆若带着复杂的情绪悠悠问道 当然 你在朕的心里无可代替 那就证明给庆若看 王庆若忽然起身 步履轻盈地走向叶红义 先手解开腰间的肌带 每走一步便退掉一件衣裳 原本隐隐流动的空气中的酸臭味道 渐渐浓郁 叶红义很想捂住鼻子 可最终还是忍住了 他有求于王庆若 怎么都得过得去才行 当王庆若贴近叶红义时 柔软的青纱内衣顺着光洁的肌肤滑落 此刻 王庆若的身上就只剩下淡粉色的抹胸